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退休的刑警 高仁和高刑警 洪玉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作家H 大家好 那麼另外邀請到的是 媒體工作者顏冰欣 大家好 以及這個媒體工作者許勝梅 大家好 另外是健身科醫師王鳳剛 王醫師 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生與死的這個拉扯 那不過呢 這個在臺南所發生的這個殺警奪槍案 震驚全國 那麼大家很遺憾 很遺憾就是說 怎麼會兩個警察去查氣張車 但是發生這麼遺憾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這個歹徒 為什麼如此的能學兇殘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高刑警 是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這個發生在昨天的早上十一點左右 臺南 臺南市警察局 他就是有接獲一個通報 他們因為有個查章小組 還有另外一個是指揮交通 就是潮信員警 就是在路上指揮交通 一般在臺灣現在指揮交通的 他不會讓你背槍 就是背一個哨子 那邊噴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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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無線電通報 通報的時候說 就是在臺南市 有個地方發現一部有報遺師的 報遺師給頭帶去的一個 頭帶去的 對 他每個派出所都有一個背勤 就是說stand by 準備要處理 處理事情 那另外一個圖信的學弟就是槍支 就領了一把槍出來 因為我們一般在辦公室 要領槍的時候 我們會有兩個彈夾 一個彈夾就是裡面裝十二發子彈 然後第二個彈夾 就是放在我們的腰劑間 那這個外面指揮交通 這個同仁就開著車載著這個圖信學長 去找這部車 這部車讓他找到這台車的時候 在追逐當中 對 追逐當中的時候 追到的 我們說的那個三尾 那個地方 比較偏偏 比較偏偏 那追到那邊的時候 那個那部車明顯有拍到車牌號碼 一查其實他就是張誠妹 無誤 那就是叫做準線刑犯人 那已經就是準線刑犯了 那到停車下來的時候 右邊的圖學弟 都這個警員 圖明城 很認真 很認真的 亂的 第一位 圖明城是有配槍的嗎 他有配槍的 一下來 開車的是曹 曹瑞傑 對 曹瑞傑學弟 他在車上 然後右駕的 副駕的一下車之後 據最新的來講說 一下車歹徒車子一丟 砰 一下就吃進來了 他就嚇倒歹 倒下去 所以曹瑞傑直接開車 就要撞這個林姓歹徒 叫林姓歹 林姓歹 沒有撞到 所以這部車是不是跑到草叢去了 目前得知的消息是這樣 跑到草叢去的時候 這一名歹徒持了配槍 奪走這個圖信 警察的配槍 沒圖信 大家都知道圖明城跟曹瑞傑 圖明城 他的配槍 連開六槍 朝警車開 那警車開了六槍之後 所以圖明城他已經被他 因為出勤都有穿防彈衣 所以他都堵紅棍 砍了二十幾刀 腹部 胸部 頭部這樣砍了二十幾刀 當場他手還熱住著他的時候 他一把手還拿著槍袋在開 那個行車記錄器有拍到 晚過頭回來 從駕駛座副駕那邊再狂砍曹瑞傑 所以兩個都... 曹瑞傑有叫他穿得住嗎 現在還在解剖 因為到現在今天會解剖 才知不知道他有沒有身中刀槍傷 目前得知的是他是身中刀傷 致命的刀都是在頸部 因為他有穿防彈衣 所以就稍微博弈都會進步 而這個曹瑞傑其實他以前 就是我在臺北市文山二夫婦的 派出所 分局裡面的新農派出所 才剛調回去要顧阿公阿嬤 然後才剛回去南部想要陪阿公阿嬤 他是單親家庭長大的 所以那為什麼這個林信五 開著騎著張車 為什麼要這麼凶狠 我說這個目前現在 因為很多是偵查不公開當中 所謂的偵查不公開裡面 有幾個細節 第一個就是說你的行車 現在的警車跟以前我們那個年代的警車不一樣 我們以前的警車 你可能可以在車上聽音樂吹冷氣 抽煙都有可能 現在的警車裡面的配備 他是有錄音 錄影 還有密錄器 還有那個行車記錄器 所以你這個警車裡面講話 我跟隔壁的同事 在聊任何一句話的時候都有錄音 就好像飛機上的黑盒子 所以第二個 現在的警察身上防彈衣這邊一定夾一個密錄器 這兩個是現在偵查不公開的東西 因為到底拍到了什麼 到底對話了什麼 我們還不知道 對 因為這個人騎了這個張車 而且這個人最重要的 你姓吳這個人最重要的 他是還在關喔 他是在明德監獄外裔 跑掉的 他是國內監獄的 什麼有做外遇監 外遇監就是說你的罪責行責 可以到外面去除草 打工 清垃圾 就是在外面工作 但時間一到你要回監獄 有車子到那個地方載你們 那這個人居然在官 在服刑當中 他是上個禮拜 跑了一個禮拜了 他脫逃了 脫逃了 可是監獄從來沒有跟媒體講說 我有犯人跑掉了 昨天才披露說 基本上最終三十幾個走了 三十九個 十年早三十九個 但是都沒有 只有報一個就是電子腳樓 跑到澎湖去那個信心的 那因為這個林信武 我個人的揣測 我個人的揣測 他偷了這部張車 帶了一把尖刀 帶了一把假槍 他又抓一支假槍 BB槍 BB槍 就是槍枝 我覺得他不是隨便亂逛 他是要刑牆 一定要去犯大案 但是被你警察盯上的時候 他就是跟你拚 他的心態就是跟你拚了 他是什麼罪 被關在明德監獄什麼罪 他竊道 竊道其實是清罪 清罪 強盜 不是 他有三個罪 判七年十個月 他有三個罪 如果強盜犯 他不會讓你出來做外衣監 重罪 他不會讓你 可是如果強 小偷也不會判七年十個月 因為他的罪 我在判斷 極有可能服刑的是服清的罪 強盜罪可能還沒有定驗 如果強盜罪定驗 基本上那屬於重罪 重罪還要讓你放去外面掃馬路 的機率不是很高 除了強盜案是已經定驗了 就是說你是有犯強盜案 但是還沒定驗 還在審理當中 才有可能 但是因為他身上 他偷了這部摩托車 身上又帶了刀鞋 刀具 他不是要去判斷車 他絕對就是要找目標下手 OK 好 這個凶手林信武 這個聖美這邊要補充 對 因為大家好奇就是說 他的沉磨之路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根據目前的資料 他是一百零八年強盜案 七年十個月 然後到了外溢間 明德外溢間 主要是他還有一個 在那裡的外溢間的這個犯人 他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可以申請回家 現在重點來了 八月十四到八月十五 他可以回家二十四個小時 結果他那次申請獲准了 所以八月十四他回家了 不知道 反正就離開這個外溢間 然後十五號的幾點應該要回來 他沒有回來 八月十五號就沒有回來了 那就逃獄了 就逃掉了 所以二十二號爆發這個事情 這個人有多可惡 他殺了兩個警察之後呢 他第一時間因為身上會有血 因為刀子噴濺著血 他就騎著摩托車 偷來摩托車到土城高中 然後很理智 很冷靜的把車停在那邊 把水龍頭打開 全身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之後 他又搭計程車 因為車子丟在那邊去刺坎樓 他去了刺坎樓 又開始搭公車 你光是聽二十二號擦一整天 他很忙 他搭公車去台南市立醫院 但是他不是要去看病 你知道他要做什麼嗎 他要建立斷點 就是我到一個地方換一個交通工具 到一個地方換一個交通工具 他到台南市立醫院之後呢 他又搭計程車去火車站 你就可以想想然後再搭火車去台南新營 然後到新營之後他犯案了 他逃亡又十七小時是怎麼抓到的 那重點就是說這個林信儒 為什麼這麼的兇殘 因為他的家庭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 等一下我們就來請教一下聖美 等一下我們就來請教一下聖美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聖美後來他就逃了 就被抓到了 那他的家庭是什麼樣的家庭 但是我先補充他是搭火車到新營對不對 他是不是身上有空氣槍 有彈簧刀加警槍 他竟然進了新營的一個超商 當時超商只有一個女店員 他就說我要買煙 然後超商女店員就把煙放這個桌上 他就槍拿著對著他的臉 就是說錢給我 你也只是員工 錢給我 所以那個女店員就嚇呆了 因為當時他也不知道 這個人就是殺警的人 對 然後就把錢給了他 你知道他已經殺了兩個警察 他還可以去搶超商 因為他的模式都一樣 因為他又去偷了一個那個機車來搶超商 然後重點是有一個很驚險的部分是 他去了新營之後呢 然後他又坐計程車去了高雄 好了 他到了高雄之後 他搭核心客運要去新竹 這一段警方已經鎖定他 知道是他了 所以他其實上核心那個客運的時候 你知道有多驚險嗎 他身上有那把槍 那把槍裡面有十八發子彈 然後他的槍是上躺的 然後他帶在身上上了那個車之後 警察其實已經知道了 你可以想像那個當下 要不要抓他 不能抓 因為他會瑕疵 因為客運上有人 有十個客人 你知道對十二個 有多驚險 所以是一路看著 從高雄那個車出去出去 然後警政署長是直接帶隊 在新竹車站等 然後有一批人可能一路跟 到了新竹那個車站 當這個客運上的這些乘客下來 然後林信武也下車 而且下車走了一點路之後 才上去抓他 然後發現他的槍是上躺 這我倒補充一下 那個警政署長 因為親自要督導破案 警政署長說一定要等那個 他忍下來車門關上 車子開走 是 才可以抓他 要不然他搞不好他又上去 然後瑕疵人子你就完蛋了 擔心會傷害到民眾 所以我覺得這個圍捕的過程 是非常成功 那剛剛洪毅大哥提到 就林信武 他到底出生在什麼家庭 他沉默之路是什麼 先講他的媽媽 因為剛剛有個新聞出來是說 根據當年的判決書 他說林信武的媽媽 當時有一個男朋友 可是這個男朋友常常劈腿 然後還逼著這個林信武的媽媽 要去跟地下錢莊借錢 然後林信武的媽媽就受不了 就覺得他這個男朋友很可惡 那他怎麼對付他呢 他就約了他的男朋友到先去咖啡廳 一喝個咖啡就你知道 就聊著聊著 然後就兩個人就去飯店了 去開房間 開房間的時候 他的媽媽就拿了一瓶飲料 但是裡面已經下了安眠藥 就給他的男朋友喝 然後他的男朋友開始 就是昏睡之後 他的媽媽也一樣拿出刀子 把這個男友的生殖器給割下來 割下來之後呢 他的媽媽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拿起手機通知朋友說 就是他的下場 對 當然就是這個到醫院還是能治的 然後他的媽媽就逃亡了 逃了九年才抓到這個林信武的媽媽 除了他的原生家庭 是這樣的狀況之外 大家就好奇林信武 他有家庭吧 有 他結過一次婚 然後他跟前妻生了三個小孩 之後他又有一個女朋友 又生了一個女兒 所以他是四個小孩的爸爸 那他在一百零八年的長道案 他的作案模式都一樣 他就是先偷機車去搶超商 搶完了就把那個錢丟給了他的女朋友 所以後來被抓到是這樣子 剛剛盛美有講說他做 從新營 再做去高雄 再往北 在新竹抓到 是是 他要製造斷點 製造斷點 就是說警察怎麼會知道 這個裡面只有一個最重要的兩個方向 第一個監視器 接著監視器 我們現在台灣的監視系統 做的真的很不錯 這是第一個 比如說他做到哪一站 包括他搶那個超商的監視器 他從哪裡出去 外面哪個方向 搭什麼車 第二個 極有可能他使用我們現在 我們其實講沒關係 落網了 極有可能他使用行動電話 手機被定位 因為在台灣你犯罪像之前 在牛樟之那個老闆那個 一重傷四死命案 他也是二十二小時就落網了 對 所以今天這個林姓弩 他今天這個殺這兩個 我們同仁這兩個警察 我整個邏輯下來看 他絕對是突發性的沒有錯 可是他手法兇殘 然後他一定是預謀 準備幹一票大票的 一定是要幹一票大票 因為那把刀子 據說有找到刀柄 但是都是他說的 那如果說他像陶玉 他被抓到是回去 要把未完的刑期補足而已 還是需要再有什麼懲罰嗎 他另外有個陶玉 其實他那個不是屬於很重的罪 這個強盜罪是剛剛聖美講的 這個部分 因為很多官司你不要說一百零八年 到現在一百一十一年 三年就定驗了 不一定 一審給你判十年 二審給你判十二年 三審給你判九年 還給你判九年 還給你判不多 所以他一直上訴 一直上訴一直上訴 我們現在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強盜案 而定罪 可是他確定在外面外議間 這個一般來講外議間 他的重罪在外議間的機率 不是很高 就跟你解釋人 讓你說多好掃馬路的機率不是很高 那我請教一下冰芯 因為作為一個百姓 你看到這個這麼罪大惡極的人 殺了兩個警察 你會希望他判死刑被執行槍決嗎 會 會 其實很憤怒 我說實在話 因為我們除了是一個百姓也是母親 你知道嗎 然後他的行凶的這種手法的殘忍 你如果說你要跟我講什麼人道什麼 我就覺得如果他對我那麼不人道 對一般人 因為連尤錫坤 作為立法院長 他也希望說趕快判死刑 很多人就講說判死刑 又不執行槍決 那H怎麼看 一樣是判死刑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我看到新聞的時候 我以為這是電影劇情 因為這已經不可思議 這已經超出人性 泯滅人性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人 不應該讓他再繼續存在這世界上 是 那請教一下這個王醫師 你怎麼看這個兇手的性格 因為我剛剛是特別這樣問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判七年多 他已經會外議間 表示他已經快執行了 某一個 某一個長度的刑期了嘛 對不對 那你 你再忍耐一下 你就你就結束了 你知道嗎 殺警察在全世界都一樣 只要是殺警察 你就我們死的就對了 警察絕對不會放你刷 這樣子 那你怎麼看他 我們其實很難從那個橫斷面的一兩件事情 去判斷一個人的個性 只是可以從他所過去所犯的多重的罪 還有那個家庭背景 可能我們可以去推測說 好像這個人的生長背景 還有他本身處理事情的方法 很喜歡用暴力來解決他所 所謂的問題 包括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賺錢 或者是用在突破的狀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去做忍耐 然後他想要用暴力的方式 來去解決他眼前所遇到的難題這樣子 那遇到這樣子的特性的人 這世界上不是沒有 那但是這種人如果說 你要說對他處於死刑的話 我必須說啦 至少在我所學到的這些心理學的那些知識 裡面是告訴我們說 你一個有執行死刑的國家 就算你真的遇到死刑 就每個人把牆壁掉 跟一個沒有執行死刑的國家 跟這個國家的治安到底好跟不好 其實沒有相關聯 我們一直有一個很莫名的感覺 就是覺得說好像這個世界上 只要有死刑 然後遇到死刑就把他殺掉 我們就會變得比較安全 可是我必須要說 這樣子的想像基本上是錯誤的 如果說把他殺掉 包括現在 我們常常會有很多的想像 可是這些想像不見得是對的 你今天如果問我說 你想不想這世界上有天堂 有神 有上帝 還是有阿彌陀佛 我必須要告訴你 按照邏輯會告訴我 他們中間只有一個是對的吧 那你要去相信他 我可以接受 因為這樣相信會讓我們安心 可是實質上 我在理性上面 我是不會去依賴這樣的東西 來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美好 所以如果有人說 那不應該 他就把他囚禁就好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連很多政治人物都直接說 要把他殺掉 那表示說這個社會的氛圍 確實是如此 那我只能說這樣做法 其實沒有辦法讓我們的社會 變得更好 但是如果說你要這樣子 就可以出氣 那我可以接受 那以我的角度來說 我們應該把更多的資源 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保護我們的警察同仁 可不可以每個人身上 有更安全的設備 能不能有更好的訓練 有沒有更多的人力 去做這樣的事情 讓這些人不要死在外面 王醫師講得好 這個其實牽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怎麼兩個警察又開警車又有槍 竟然兩個警察 這樣兩個警察被殺了 而且還割喉 是訓練有問題嗎 家屬喊出一句話 有槍什麼錄音不能開 所以內政部長徐國勇才說 鼓勵警察用槍 老實講我覺得警察要用槍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 心理障礙 對 為什麼 等一下再說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到目前的新聞發展是這樣 就是說圖鳴城 他坐在副駕駛座 他下來以後 他看到歹徒馬上過來 要對他這個行兇 他有噴辣椒水 噴了辣椒水以後 他又鳴槍 換句話說 其實他該做的動作是有完成 可是你沒有想到歹徒還是那麼兇狠 而且速度那麼快 那結果那個槍變成是歹徒行兇的工具 是 警察的配槍 變成歹徒的工具 所以那個高清長怎麼看 目前所看到的這些消息面 我坦白講 我絕對支持方局長 他們還有黃市長 他們還有警政署長 他們現在目前講的記者會這一段 因為現在你四點多才抓到這個歹徒 所有得到的訊息 都是這個歹徒自己講的 都他說的 沒有任何的求證 偵查過程他還沒有公佈出來 所以你說第一個你噴辣椒水 現場你搜查 現場有沒有辣椒罐 因為你沒辦法噴完之後 就丟在裡面 第二個你對空名槍 你開了槍 歹徒靠到你窗戶 你對空名槍 你還沒下車你怎麼對空名槍 你下了車他對著你 你怎麼有辦法左手拿辣椒水 右手拿槍 這是一個矛盾的說法 所以這個歹徒極有可能 我講這一句話 是我從同學在南部跟我個人在北部的工作經驗 如果在台北市大安區中山區信義區這幾個地方 我們知道這部車是張車 那就是準現行犯 我們車上的駕駛 我們後面的其他幾個人 第一個動作槍拿著 咳咳上套 不是 拉滑套了 已經是明確的現行犯了 然後我們就是槍已經先拿在手上 拉滑套一起上膛 上膛 一定槍先拿在手上 然後在護攻外面 然後就賀令他雙手舉高 趴在地上 一般的一個SOP 不會讓他走路 也不會讓他有任何的靠近 跟他保持一個距離1.5到2.5 2.5公尺 所以這一個部分是歹徒現在所說的 但是我個人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這個就是那個不太怕 林姓吳 這個就是那個不太怕 那他說他做過憲兵 也說起來他很強壯 很強壯 很強壯 像四十通話 四十通話 這是 這個是他丟棄的這個東西 這樣子 對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在新竹落網 在凌晨四點四十一分 那麼被抓到破案的速度算快了 快 十七點鐘 十七點鐘而已 原本還有一個姓陳 是 報告知不是那個 看到他就大了 他自己找到頭案 你說不是我 他知道我們死的 所以他自己出來 說頭案說他不是 對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關心的是 雖然兩個警員那麼都那麼年輕 一個好像二十八 二十六歲多 還沒二十七 二十七歲 一個三十六歲 這樣子 英年早逝 那我們來看艾成 艾成才四十歲 才四十歲 但是想不到他竟然在盧州的自家 最柔生亡 那我想請教一下聖美就是 他那一天的狀況到底如何 不是有朋友去看他嗎 在八月十七號之前 艾成已經有四天沒有辦法睡覺 那就表示他的情緒已經陷入極度的混亂 王瞳也知道他的狀況其實非常不好 在八月十六的那一天晚上 王瞳的說法是說艾成就開始 因為你知道人極度疲累 跟情緒不好的時候 他就開始陷入混亂 所以身為他的另外一半 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表達什麼了 因為最後變成他要說什麼 王瞳也不了解是怎麼樣的狀況 可是非常非常擔心他 所以八月十七號那天 因為王瞳他要到宜蘭去拍戲 所以那一天他就先通知兩位教友說 因為我今天要外出工作 你們能不能來我家裡陪艾成 那教友在早上就到了 王瞳是走下去 然後拿鑰匙給教友說 我現在因為趕著出門 就麻煩你們到樓上去 所以兩個教友就拿了王瞳他們家鑰匙 就上去了 可是上去之後 一打開門的狀況非常不好 因為艾成是整個人捲在客廳的一個角落 根據教友的行程 所以情緒非常非常激動 所以教友當時擔心他情緒過於激動 所以並沒有第一時間走進去 就是想說站在外面 看看他能不能冷靜一點 可是很短的時間 艾成突然站起來就跑進那個房間 那對教友來說 他們就擔心是不是會出什麼事情 所以當他們衝進客廳 轉進去房間的時候來不及了 那幾秒鐘而已 艾成就從房間的窗台上就墜樓了 就掉下去 那到底是不是因為情緒的狀況顯然是 那幾樓高 知道嗎 我是不知道有幾樓 七樓 是不是 七樓 然後外界是認為說 是不是艾成這段時間 因為他有好幾間的餐廳 因為疫情的關係收了 所以有負債五百萬 可是這恐怕不是其中唯一的原因 因為艾成一直以來 他的情緒本來就是高低起伏 這個其實王瞳也清楚 其實都是非常努力的陪伴他 你想想看 他外出工作 然後會找教友 一定要陪伴他 就表示說 他是很擔心艾成的狀況 是 可是沒想到發生這麼遺憾 因為現在老實講 現在因為有那個即時新聞 所以幾乎這種新聞 就大家馬上都會發現 沒有跟分什麼你在媒體工作 你是記者 速度就比較快沒有 那看到以後幾乎所有朋友都說 四十歲而已 十多人有什麼看不到 普遍碰到的這個朋友都跟我這樣問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王醫師 你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 能夠試圖去了解一下 說明一下他的內心狀態嗎 其實艾成的狀況 因為並沒有親自診識 但是這一段時間 他們有一些親朋 還是在新聞上有媒體有披露一些當事人 精神狀態非常不好的那樣子的錄影帶這樣子 那我的同事們看過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那樣的狀況好像非常的 已經超出我們一般人能夠理解的範圍了 那包括可能會有一些特殊的幻覺 然後這是胡言亂語 就像是剛才順美姐所說的這個描述的過程中 連他身邊親密的人王同都說 不太知道他在跟自己講些什麼 也就是說聽不懂 對啊連溝通上面都開始出了問題 都表示當事人的精神狀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一般來說遇到這種精神狀態 很不好的狀況 我們都會建議說應該要趕快积極救醫 积極送醫會比較好 陪伴這件事情雖然是有幫助 一定會有好的方法 一定會有正向的效果 只是說這個陪伴本身我們一般人往往沒有辦法抓到重點 我們常常在講說真正足夠有療癒效果的陪伴 叫做無條件積極關注 意思就是說什麼叫積極關注 就是你在陪人家的時候 你不是在跟人家說教 你不是在那邊跟他教育什麼 而是必須要把重點盡量的放在人家的身上 去傾聽對方在說些什麼 或者是瞭解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樣子的事情 而不是說人家講個兩句之後 你就開始跟他說教了 哎呀你這個才四十幾歲 你的未來還很多 曾經不行又怎麼樣 反正才五百萬而已 轉頭你老婆幫忙 你就撞回來了 不是這種這種都不叫做 這個東西不叫做陪伴 這不叫做關注 這比較像是在滿足你自己的發表欲 炫望 是啊 所以這個時候這樣子的所謂的陪伴 其實對當事人來說反而是一種傷害 那一般來講當當事人的這種心事狀態 已經混亂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他們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夠處理的 那如果你當時在陪伴艾成 你會跟他談什麼 我會聽他想要說一些什麼事情 而且進一步地去澄清他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會非常希望說 你剛才講的東西我不太清楚 你可不可以再說明清楚一些 然後所謂的無條件機器官 什麼叫無條件 就是我不會讓對方覺得說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我要去趕通告 我沒有時間陪你 或者說你這個東西 你可不可以講重點 不會這樣子 你必須要把所有的時間跟資源 全心全意的放在他身上 不過這樣子的要求 對多數人來說 有一點點過度了 對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當你一個人做不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應該讓很多人來一起幫忙 不是只有一兩個朋友 然後積極地去送醫 甚至該去求員 打電話 或者是叫衛生單位 找人來協助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可以去做的事情 瞭解 也許可以聽聽H的講法 因為H的媽媽好像也是選擇自己了解自己的生命 那等一下來請教你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H可以來講一下 你對於艾成他這個墜樓致敬的這個想法嗎 我覺得兩方面來看 一方面就是當然就是王瞳 王瞳的部分 跟艾成的部分 王瞳部分 就是當艾成走了之後 很多人不解了 就是說為什麼你不陪在身邊 就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無條件的陪伴或者付出這樣子 跟王瞳有工作要做 那當然就開始有些酸民會講一些不好聽的話 然後逼迫王瞳把臉書關掉 或者是不再接觸 王瞳被攻擊的很厲害 對 被攻擊的很厲害 那這一點我就非常深有同感 因為媽媽走的時候 我自己自責得很深 但真的要跟所有酸民講就是 不需要你們來講 當事人本身 他自己已經感到非常痛苦了 雖然說你們現在講的所有的酸言酸語 對他來說 我認為已經無關痛癢了 因為他最深愛的人已經離開了 所以但是還是不 我還是不認為這是一個對的風氣 因為你們不理解人家的狀態 更何況他是去工作 而且他也有請了教友來幫忙 只是在那過程裡面可能出了一些疲漏 或出了一些差錯 我們不見得每個人都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 所以這是意外的發生 就當把他當作是意外就好了 如果王瞳說對不起喔 我這要跟朋友有約要約吃飯 這個事情就不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 那當然這個就會被評論 把你留著然後我自己去 而且我再講一個 他是去工作 而且欠五百萬要還 對對對 家裡有經濟壓力 家裡有經濟壓力 他也請教友來了 他其實能做 然後這是王瞳的部分 然後講到艾成的部分 我就提供另外一個 另類的看法來看 因為我一直常年有在研究生命靈數 那生命靈數他是這樣 他就是他就是把你的七元的出生年月率加起來 加到最後會得到一個雙位數 雙位數再加起來得到一個個位數 那如果你雙位數加到最後會得到十一 二十二 三十三 四十四 我們稱這個叫卓越數 那如果是十一的人 他就是兩個一的能量特別的強 這樣子的人呢 他對自己我的期待 要求 精力 靈力 引導能力 想要成功的慾望 是比一般人更加倍 不是只有double 是絕對性的 艾成的生日是一九八二 五月十三號 他加起來剛好就是二十九 二再加九就是十一 他的數字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再舉另外兩個人 一個人叫做Michael Jordan 他是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號 加起來也是二十九 你說MBA那個籃球是誰 對Michael Jordan 他也是二十九 然後加起來是十一 然後另外一個是Kobe Bryant 也是籃球隊 對 胡人的 對 他是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三 你們可以加加看 加起來到最後都是十一 最後再舉一個最寫零零的例子 我的生日是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 加在一起是二十九 十一 二 這樣子的人對個人自我的期許要求 他是高於一般人的 他想要成功的預報是高於一般人的 而且包括像艾成他經歷過 比如說從小就得到歌唱冠軍 來到臺灣打拚 雖然中間有一些起伏 可是他也是拿到了超有的冠軍 這樣的人他是容易贏得比賽冠軍的 因為他非贏不可 他對自我這樣太高了 可是一旦這樣子的人 他的能量沒有辦法抒發的時候 如果命運打壓你 他就是比如說像艾成做生意 他也是很拚了命在做 可是就是疫情來了 你沒有辦法就是把你的能力發揮得靈靈靜 他就會感到鬱悶 那個鬱悶反過來會反噬你 就會變成說我怎麼做不好 我活到這世界上有什麼意義 他會變成憂鬱症 我對我自己認知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我在看艾成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很像我個人的體驗 只是艾成他那個反噬力量太強了 如果當年我一個不小心 其實我有可能我也掛了 我也是可能因為覺得說我怎麼 我在留在這世界上 也沒有什麼好眷戀 我已經離開了 生命零數 對 生命零數 其實你知道 王醫師 你對這有研究嗎 沒有 不過我自己從小 在非常的無助的時候 有去學八卦 舉個例說 你在生命裡面 碰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會譜一下卦 要選什麼科 我不知道我自己要選什麼科 比方說是精神科 外科 內科 那我本身的個性 是蠻喜歡人文哲學的部分 可是在我那個年代去走精神科 真的不是一個大家都會贊同的科別 大家都會希望你當外科醫師 當內科醫師之類的 我本來的第一首選是神經內科 因為我對人的大腦 真的非常有興趣 所以精神科是你普掛來的嗎 到不完全是 他只是說我剛好補到了天行劍 君子以至強不行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說 事不可不合議 是 類似這樣子的延遲 所以我覺得說我應該要相信我自己走 我自己想要走的路 所以我就選精神科 那還有什麼 印象中是這個東西比較大 娶太太的時候有沒有補 沒有耶 娶太太 這由不得你補 這個是命運壓著你 就是沒得選擇當然就不用 哇 好特別喔 是是是 其實我剛剛要講的是說 我這次就覺得王瞳好辛苦喔 你知道嗎 像那個 如果有一個 如果是自己的先生 他對自己很溫柔 對 然後在生活上 對自己很照顧 可是他又很努力 可是他就是做什麼 虧什麼 做什麼倒什麼 就是欠了 然後我 像當時他們要結婚的時候 他整個都是跟我作對對不對 王瞳的父母是不看好的嘛 所以其實在這種不看好的狀況之下 我們越來越想證明自己 就是說我的選擇是對的 然後這個先生是好的 那事實證明了 他艾成也真的很努力 所以艾成也會很想要表現嘛 可是就是一關又一關 他一直想有好學生情節 怎麼說呢 就是說他我覺得這次最感動的是 艾成媽媽寫的那封信 他給了很多人解套 什麼解套呢 就是說他 他覺得說艾成自己 當時就覺得沒有離鄉背景 又沒闖出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對父母很不好意思 可是他媽媽就說 其實事實上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 就算我們在那個臺北的這段時間 然後你也都是盡最短的時間 把你覺得最好吃的最好玩的 然後要呈現給我們 他就一直覺得艾成是個好兒子 即便今天你離開了 然後可是我們在天堂會相會 然後也給王瞳一個下台階 就是說我也相信你是很好的 我相信你們彼此是相愛的 所以你看對王瞳來講 這是一個多大的安慰 因為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我們 你外面的人不理解 可是我親近的人知道我 我做了什麼 因為今天你想想看 一個那麼好的老公 對你那麼好的老公 可是問題是欠這五百萬 這壓力在誰身上 他現在精神狀況又不好 我要想辦法還錢 那你今天問任何一個人五百萬的壓力 在你身上 即便 多數人都很沉重 不要多數人 我就覺得百分之九 九點九九 都覺得都要喘不過氣 而且別忘了王瞳自己都有憂鬱症 他自己在憂鬱症狀況之下 他要扛一個家 要再扛五百萬照顧 然後還要再扛 扛父母 或其他人的眼光 他有多辛苦 所以我卻覺得很多事情 就是說我們真的只要 我們自己身旁最親近的人了解 知道就好了 你不需要像其他外人來解釋 其實你不是人家想像的東西 其實還牽涉到H剛剛講那個有道理 就是說對成功的追求 比別人更加的執著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剛剛講到重度憂鬱 好像H也有過對不對 是 你來的時候是有 你剛剛看愛成這樣 哇 躲進那個角落 人進來他衝出去了 跳樓了 我覺得那個已經不單純是憂鬱了 我覺得那應該是已經到了造譽的部分 而且造證的部分 而且如果照他之前那個在教會裡面 很多人拉著他那個影片來看 我認為那也不知只有憂鬱跟造譽 如果我們用用比較 可能等一下王醫師會補充 我覺得已經接近就是思覺失調 思覺失調甚至有有點人格 就是人格分裂的狀態 因為我最近有認識朋友是這樣 就是思覺失調很嚴重之後 他忽然發現自己有另外一個人格 甚至還有人就是說有一對夫妻 就我的朋友有一對夫妻 他們新婚 然後做愛嘛 然後上完床之後 那個男生忽然跑到樓梯角落去哭 很難過 然後女生就跑下來說 問他說你怎麼 為什麼 他說你為什麼要跟那個人做 他說我剛剛不是跟你跟你做 他說不是 那個人不是我 他說那個人是在我害怕的時候 他都會跑出來 然後來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 然後叫我去做一些很壞的事情 對 是真的存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看愛成那個情況 我覺得已經接近了就是 如果 如果以醫學來講 我認為他是多重的症狀 已經併在一起了 以我在精神病院看到的狀況 是是是 那你當你重度憂鬱來的時候 你希望別人在陪伴你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表現 其實跟王醫師剛剛講的很像 但是這樣子人真的太難存在 我覺得愛真的是 愛真的是這宇宙裡面最大的能量 當我重度憂鬱症的時候 任何一個來探望我的朋友 我是有講過這一段 就是我都想握住他們的手 甚至我想抱住他們 因為我會怕 那個害怕跟恐懼 我的手會抖嘛 然後抖到就是說 我無法把那個重心 focus 在一個點上面 但是只要你在我身邊 我抱住你 我的心會感到溫暖 然後如果你講一些叫我安心的話 或者你摸摸我也好 那個愛的傳達能量 我覺得比任何講一些道理 或者醫學的都有效 你為什麼手會抖 怕 就是焦慮還怕 然後沒辦法睡 然後度日如年 然後如坐針針 恐慌 躲在賣這樣嗎 沒辦法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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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汗汗 然後一直流汗 整個麵包都溫了 然後你就起來 你就坐在那邊 一直一直這樣抖一直抖 這麼嚴重 連續三到四天吧 等到最後才是那個徐浩宜 浩宜來跟我說 來來來 我帶你去便宜 他就帶我去台大 所以你本來還不知道 你是重多幼兒 我本來覺得不到那麼嚴重吧 我去拿了安眠藥吃 可是吃了一顆睡一時 再吃一顆睡一時 然後就去拿狗神 然後狗神 要幹嘛 要上吊 我已經綁上去了 綁上去就是 已經放到這邊來了 就已經 就是剛剛就聲音 旁邊會有聲音出來 是說你沒用了 你活著要幹嘛 你不用繼續下去了 旁邊有個聲音 旁邊有個聲音 就不知道是心底 還是腦就耳旁 就真的冒出一個聲音 這不是在嘲笑 就說真的有一個聲音 可能是我自己的聲音 他就跟你說 你就沒用了 不用繼續了 放棄吧 你就真的就一步一步 就走上去這樣 準備要自殺 是 那對不起 當然不希望大家自殺 是當然 珍惜生命 那可是你套上去 那為什麼後來又是 後來就是 當那個聲音出來之後 你另外有別的念頭出來 我就講說 我常常那段時間 常常去大學演講 然後因為我母親上吊自殺的關係 所以我能夠體會 就像王瞳現在的感覺 身邊的人會因為你的離去 而感到更難受 甚至他們會因為這樣 會變成一個循環 他們因為你的離開 他們得了憂鬱症 然後他們反而也會去做 想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我每次去大學演講的時候 我就跟所有學生說 如果你們以後在人生 你們遇到不順遂的事情 你們記得曾經在這個課堂上 或演講堂上遇過一個人叫H 我跟你們講過這樣的事 你們可以直接到我的臉書來告訴我 來密我 半夜我都會回你們 如果你們想做這樣的事情 我會跟你聊天 然後我再上去 我自己把狗神要上去的那一瞬間 我就想到了這句話 我想到這整段話 不行 我如果是這樣就會 我不知道我會影響到多少人 因為我跟多少人說過這種話 我就答案過人家了 那我如果自己做這些 那其他人如果遇到一些 一些小小的措子 他們就說 那個家伙自己講的自己都走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立刻就下來 他講的我一定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有親戚是這樣子的 就是家裡一個人過鬼 結果第二個人呢 那個婚姻不好就跳樓 第三個人得癌症就自殺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是會學習的 所以當我那個後來我有個朋友 因為他們夫妻感情很好 然後他想要死的時候 他真的就決定要死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兩個小孩 你現在是人家的媽媽 你要做個樣板 要不然你以後小孩遇到這種狀況 他就選擇死亡來解決事情 這樣真的是會影響很大很大的 對 所以我就說很多東西這種自殺 他這是會模仿的 所以你是躺著也不是 坐著也不是 站著也不是 我坐著 我後來是坐在沙發上 然後盯著那個時鐘 然後你覺得過頭兩點鐘 你看過一分鐘而已 這麼度日如年 你就覺得你一直吵 因為我在當早上 我在喝 我在忍耐說等到早上 我看可不可以找朋友 因為那時候半夜三點 對 我不可能腳長的孩子 我又是臉皮薄 我不可能半夜三點 就把他算不掉 說 那時候有朋友陪你 你就好一點是不是 對 白天的時候有朋友陪 對 我會打電話說朋友在陪我 那時候有 可是人家都有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就像王醫師剛剛講的 沒有可能無條件的付出 所以他到了大概傍晚 他們就回去了 傍晚一回去 晚上一到 你對我來講 那個壓力最可怕 恐慌 那你的重度憂鬱 除了媽媽的這個自我了結之外 跟你的事業或婚姻有關係嗎 有啊 婚姻離婚嘛 然後跟事業被女朋友被判 然後被告被他告 就一連串的下來 然後我又對 然後當初還有一件事情是 拍了電影沒上 就是因為一些 不是我能夠操作的幕後的一些因素 然後我非常期待電影能夠上 替我的人生可以有一些扭轉 但是拍了電影之後 其實那時候隔了 後來隔了四年之後才上 那這整個事情 全部壓在一起到最後才 就爆發出來 最後關鍵點是我發現我有那個呼吸中止症 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會影響到我大腦的運作 那我最引以為傲的就是想說 我最沒辦法 我手無腹肌之力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的能力去幹嘛 我覺得我 我至少我還有大腦 我可以創作 是 如果呼吸中 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的氧氣打不上來 讓我的記憶變差 讓我提早失智 我連這個能力都沒了 那我活著要幹嘛 這個時候這句話就 砰就出來了 了了了了 那聽說艾成 他曾經有過中邪是不是 我補充那一段 其實他整個狀況 身心狀況 跟H剛剛提到的很類似 艾成是十九歲就來到臺灣 當然一路的發展不是很順利 然後在不順利的時候 他是十九歲就萌生 他想要親生的念頭 甚至於是回到馬來 十九歲 十九歲 因為他這個小孩很特別 他生下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姐姐是在 他的姐姐在學鋼琴 他沒有學過鋼琴 也沒有碰過鋼琴 他在六歲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爬上鋼琴 把姐姐所有練過的曲子 全部彈出來 六歲 所以他的爸爸媽媽 他沒有學過鋼琴 沒有摸過鋼琴 但是他透過這樣子聽聽聽 就把他彈出來 所以他的爸爸媽媽 你知道有多感人嗎 艾成他踏上舞臺 所有穿的衣服是媽媽 一針一線幫他縫的 然後他錄下的那個錄音帶 是他爸爸一直寄給唱片公司 所以他的父母親是支持他的夢想 可是就是剛剛H說的 因為父母親的大力支持 所以如果你沒有成功 你就是對不起爸媽 所以他十九歲 在台灣的西門町流浪了三個月 睡在二二八公園的那一段時間 他就曾經要想死 他就覺得說如果到現在這樣的話 我就沒有活下去的意義 就跟H講的一樣 好 這當中 但我們就回過來 他中間抄偶得到冠軍對不對 但是他發了唱片之後 有一段時間 他又出了狀況 但是他比較特別是 他說他聽到聲音 他說有一個聲音告訴他說 你們這群人都是魔鬼 然後往窗戶跳 這是他自己講的 我要強調 我昨天看他的訪問 他不斷聽到那個聲音 在這件事情之前 他得了一種暴食症 他每天要吃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胖了二三十公斤 然後教友們是一百人 每十人一組怕他去跳 所以那個我們看到的影片 是他發狂 然後發狂發狂 然後教友一直去阻止 甚至於教友不敢讓他去洗澡 睡覺都有人看 甚至洗澡 怕他從窗戶這樣下去 但是艾成說 他就是聽到強烈的聲音說 這些人都是魔鬼 你要打他們 你要攻擊他們 他們都是魔鬼 然後一直要往窗戶那邊跑 所以他也曾經大概 他說十四天沒有休息 沒有躺下來 他整個人是處在亢奮的狀態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他說那大家會問 他是怎麼好的 對 是後來他說 他有一天也聽到一個聲音 就是說 他意思當然就是說 他的神 就是上帝告訴他 你要什麼什麼之類的 他說他才慢慢 他覺得 他就終於停下來了 然後他說很奇妙是 經過那十四天的 外界有人說是中邪 但我們可能認為他是幻聽 我不知道 他說他突然正常之後 他說他回到嬰兒時期 這都是訪問中他提到 他說不懂得吃 不會思考 不會講話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整個過程是因為還好 那時候他跟王瞳已經在一起了 王瞳是真的用了極大的愛心跟耐力 讓他回到正常的管道 是是是 剛剛這個H有講到生命零數裡面說 如果加起來 比方說你加起來是二十九 那就十一嘛 三十八加起來也是十一嘛 這樣這樣的人對於成功特別執著 可是當你沒有成功的時候 其實很可能那個那個反撲 然後所以導致壓力太大變成憂鬱 或是更嚴重這樣 所以我想請教王醫師 我們這個太過執著 堅持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純粹就心理健康的角度 我們任何事情走極端 當然都是不好的 我們會期待平衡跟走中庸之道 可是比較遺憾的是 可以聽得到就是說 看起來感覺上父母親對愛成的愛 真的是非常的充足 可是彷彿在愛成的治理行間 似乎這樣子的愛這樣子的付出 好像對他來說是一種負擔 那這樣子對當事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有一點傷害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以我的角度來說 特別是我們當事人會出現不明的 或者是過度的罪惡感 或者是過度的那種 老朋友對我很好 我都沒有回報 是是 那實際上這種過度罪惡感 原本就已經是一種 那個猶豫症的一種警訊 對對 我們會提醒他說 而你這樣子的看法 這樣子的角度 是不是有一點的過度偏執了 因為人家對你付出 不見得希望你回報 人家對你的付出 其實是希望的是你快樂 而不是希望你成功 是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想要請教一下那個醫生 就是說其實像我們當媽媽的 我們有時候真的覺得很為難 就是說當小孩子很有衝勁 對未來很有目標 很有方向的時候 對自我期許又很高的時候 我們到底該如何做 又怕他搞到壓力太大 對 就是說 你知道我兩個女兒就很有趣 我大女兒比較聰明 那小女兒比較就是傻乎乎的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 我對傻乎乎的女兒 就不要給他壓力 就覺得說健康就好 健康最最重要的 就你知道我二女兒對我說什麼 難道你對我都一點期待都沒有嗎 然後你覺得我那麼差嗎 我就說你不要再念書 唸那麼晚 這樣身體搞壞了 他說我我就算不能像姐姐一樣 我也是希望不要差他太多 就說你知道嗎 你不期待 好像他也覺得你不愛他 不是 你不期待 他覺得你看不起他 你就覺得他就只能這樣 那我大女兒教育 你只是插那句話沒講出來 你不是那塊料 然後我大女兒是怎樣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他很聰明 所以可是他很混 所以我從小對他的教育就是 就是比較push 因為他很聰明 他很混 結果後來有一次他就說 為什麼妹妹考及格你就拍拍手 為什麼我 你就說為什麼是這種成績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說那你到底希望就是說 我們你是成為一個父母期待的小孩 是父母對你沒有期待的小孩 我就覺得這真的太難拿捏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混 然後我給你也壓力 然後我覺得你給自己壓力太大 我讓你放鬆 結果沒想到都不對 你知道嗎 通常我的方法就是把那個比較笨的女兒 不要說笨喔 你自己講的 傻乎 傻乎 你看父母親用字 還是那個小型那邊 傻乎喔 你有在看電視喔 傻乎 你講的 傻乎 那六十落到七十 把那個很混但是很聰明的 把九十讓他放到七十兩個 就平均了嗎 你是醫生嗎 他也只是弄八卦而已 那個其實剛才洪怡大哥 雖然是在講玩笑話 他說你只差沒有把你很糟糕的 這個話講出來 但是實際上這也意味著說 我們每一個言行舉止 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 底下都可以有無限的脈絡 跟無限的那種淺言語在底下 那這種淺言語有很多時候 聽的人跟講的人 他的規則是不太相同的 有時候我對你只是關心 但是呢 當事人覺得這是一種監視 這是很多親子之間會常常容易直接的衝突 有道理 你今天晚上去哪裡 對 對 他實在是關心 怕他去 我不知道就不得了 他好像警察一樣 那我們內在常常會有這種反射性的思考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是應該好好的做下來溝通 比如說你如果真心覺得我這樣子的放任 是一種看不起你 那我真的必須要很誠心的告訴你說 我這樣子的放任 是希望你能夠過得快樂 不是你想說我看不起你 我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看得起你 你要瞭解說當對方出現這樣子的訊息的時候 他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不想要被你看不起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找到你真心認同對方的優點的地方 然後讓對方了解說 我很看得起你啊 在哪些地方 有道理 你看這個媽媽 老大很聰明 她不講 她說她很混 老二很努力 雖然是玩笑話 但是真的是一個重點 但是我有個問題想問 就是我覺得鄭大哥啊 是我們心目中很棒的主持人 就是說他其實有壓力 他都內化 他不太外放 就是壓力分兩種嘛 有一種人有壓力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壓力 就是讓人家感覺得出來 對 可是鄭大哥是會自己承受壓力 可是我發現 如果一直自己承受壓力 久而久之他會沒有辦法發洩 我舉艾成的例子 他跟王瞳吵架的時候 也是一個訪問 吵架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釋放這個壓力 因為自己這麼愛的人 他絕對不想傷害他 可是他又可能有一些話 又刺激到他 他就做一件事情 就一直咬自己的指甲 一直咬 然後我看到那個畫面 他已經咬到都血了 就一直咬一直咬一咬 那我記得當時的主持人 張小燕就是說你不要咬 也不要摳了 因為已經有問題 然後包括小燕姐都說 你要看醫生 所以這是不是個警訊 就是他其實沒有辦法承受那個壓力 對 不過洪宜大哥 你怎麼樣釋放你的壓力 我也超好奇 我流血 但是要保持很乾淨 這不容易吧 大哥 我也想可以 這大哥我可以替他補充一點點 如果小燕姐吃虧口 你後面大汗一定比較沒辦法 不經一番寒色骨 哪來沒法扑比較 小燒苦 甚至小燕姐不好 還剛好家庭那個溫暖 那個溫度夠 因為你經過小時候的苦 和家裡的那種溫度夠 你絕對不會有這些想法 對 我覺得重點真的不要談我 因為我家的就是那個鎮腳 所以自己知道苦過 知道說家裡有那種哥哥姐姐 他們那種溫暖 爸爸媽媽那種溫度 我們就不會往那個方向 所以我的病情很快就控制穩定住 可是那我們話說回來 就是說像我也是零數是十一 就是不放過自己的人 那應該很多人就是像H也是不放過自己的人 那我們不想去麻煩他 因為H的問題也是在於說 他不想麻煩他的朋友 我記得他有一次講一個故事 也讓人很感傷 就過年的時候 一直在家喝酒 因為他覺得大家都在團聚 所以他不想去求救 可是你不求救就會傷害自己 像艾成也是他也不想去麻煩別人 傷害別人 所以他就會去摳手或什麼 就變成傷害了自己 那到底要怎麼辦 必須這樣說 當一個人他太過自我壓抑的時候 這個時候旁邊的人的協助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講自殺防治的時候 都會講說一應二 然後就是一問二應三轉介之類的 就是我們必須要能夠用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去詢問相關的議題 不要匯集記憶 去談 然後談完之後適當的回應 然後適當找更多的資源 來去幫助當事人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看到余田大哥 他的千金 余元祺三十九歲 那麼這麼早就走了 那麼是這個直腸癌 大腸癌 大家也都非常捨不得 那H最近這個我知道他也得到了一個癌症 是 是什麼癌 攝護腺癌 第幾期 第三期 什麼叫第三期 原則上他就是跟一般的癌症分法差不多 就是原生癌症 比如說攝護腺 他是一個腺體嘛 如果你的第一期就是在腺體裡面 有發現小小的腫囊 第二期就是在腺體裡面 發現小小的腫囊 變得比較多 比較大 但第三期的話就是那個腫囊 已經突破 稍微的突破了這個 這個攝護腺的膜 有突到外面去 跑出去了 那這個就是第三期 第三期 第四期的話 就是轉移到骨頭上去 那你有轉移到骨頭嗎 我昨天去看的片子 最近有發現我的第四節股脊椎 那邊有轉移了一塊 那是算第四期的呢 但醫生說這個很奇怪 就是全身都沒有轉移 但就只有第四節的那一塊脊椎骨頭裡面 他已經有轉移了 就白白的 所以就是我從明天開始要做放療 就針對這個地方 放射線治療 對 然後做放療 然後九月六號去做攝護腺的 整個開刀把它移除掉 你幾歲 我四九 其實還算很年輕 年輕 那你都沒有跡象嗎 都沒有跡象 我都很有 不是啦 應該講說這個應該從排尿開始講 攝護腺通常是排尿不順 本來觀眾還蠻同情你的 不用同情我 本來是從排尿 尿不順 或者是頻尿 或者是夜尿什麼 但這些方面我都沒有 我都是一覺到天亮 然後當然小便 變得比較無力 這個大家年紀到了一個程度 都多少 脆弱線多少肥大會阻礙到 那個尿道的那個順暢 這個都有 但是我其他地方 我完全一點感覺都沒有 也不痛 不痛 沒有一個地方痛 昨天那醫生還按我 就是那個癌轉移不是到了骨頭嗎 他就按了我們骨頭的地方 然後我這樣敲會不痛 我說我根本沒感覺 我不知道是我痛覺 比較頓還是怎麼樣 但就是沒感覺 所以現在就是接受治療 然後知道為什麼會得嗎 他們講幾種原因 一種是遺傳 一種是飲食 就是西化的飲食 就是比如說吃太多紅肉 都吃肉 都沒吃青菜 這點我確實是有 我主持人都吃肉 然後再來就是人種 他說其實這個病呢 在西方死亡率 在黑人那邊死亡率是第一名 就是以癌症來講 社會現在的死亡率是第一名 可是在臺灣是第五名 所以如果你要講一個原因的話 應該就是飲食的問題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跟性方面 有沒有什麼關係 你還是我覺得可能有關係 因為你一直都想到性 不是啦 我不知道跟那個經驗說過 有沒有關係 什麼 經驗多寡 就是太多人了 有關係 越人無數就對了 也沒有啦 也還好 是 那如果不治療 有能夠存活多久 他第一次看到病理報告的時候 是說大概 他很驚訝 那個醫師是臺灣很權威的 他說 你怎麼這麼年輕 現在才看 看到那個指數 因為我那個癌性是很惡化的 他那個 他有一個隔離生指數 五加四就是等於九分 五加五十分是最頂級的 最惡 最惡劣的 你是九分 我是九分 哇 你也很惡 很惡 所以他說哇 你怎麼這麼嚴重 然後然後他就直診我 就是用手指去從肛門去摸那個 然後你這不來不來醫兩三年了 只有兩三年了 只有兩三年了 只有兩三年時間了 那醫呢 醫醫 他很有把握 他說以他的技術來做的話 他們 我也沒有問 你不然問我這個我也沒有問 因為我也不是很在乎這個 醫的可以多活那就多活 再多做一些有醫的事 不行就不行 我覺得沒有什麼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社務性 十八年到現在還可以打 就是打籃球這樣 打別的我比較有興趣 打籃球就算了 你過來 我煩惱的就是這件事而已 你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 社務性還是這樣 社務性還是要把社務性切除 切除掉之後有兩個後遺症 一個後遺症是會漏尿 因為他那個中間有個擴約機 在社務性裡面 他就是切掉了 另外一個後遺症是性功能障礙 所以你要切 對 我做手術就是把社務性整個拿掉 那社務性他的兩旁有勃起神經 所以當你把社務性拿掉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會去傷害到勃起神經 那如果兩邊都傷害到勃起神經 那你 沒關係啦 柏拉圖的也很好 你的意思 你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嗎 我知道啦 柏拉圖式的愛情療 真的啦 那個不是最重要的 生命最重要的 我知道啦 我現在我看很貴了啦 因為我說真的 現在有在做荷爾蒙治療 他們打針嘛 我也現在吃標靶藥 是 打那個針 吃那個標靶藥 其實因為社務性癌 他的養分來源就是男性荷爾蒙 所以他打那些針跟吃那些藥 都是把我的男性荷爾蒙給降下 所以我現在就無依無求啊 那既然沒有症狀 你又是怎麼發現的呢 我本來是去看男性更年期 我是想說我想要讓自己精神更好一點 所以我去看男性更年期 我去身心科 看男性更年期 然後他就說OK啊 那有這個症狀 有這個 這個看起來有這個樣子 可能是 但是要先抽血 要厭血 容易疲倦是不是 對 有一點 比較會睡 然後就是厭血 厭血出來之後 他就要看第一個就是看那個搞固酮的指數 第二個是看第三個指數 最後一個他說不行喔 我現在我沒辦法幫你治療 因為你搞固酮雖然可以 他有辦法讓我搞固酮更高 就是男性那個雄風可以更好 可是他發現我的那個PSA PSA指數就是攝護腺癌 攝護腺癌的風險指數 結果我的PSA正常數字是四 可是我那一次量是十七 高這麼多 高這麼多 對 然後他就說不行不行 你這個要去泌尿科去看一下 對 所以我才去做了 切片 然後我就檢查 然後發現出來就 就真的 其實是攝護腺癌 那你知道說 攝護腺癌三期 心情有很大的震撼嗎 完全沒有 對 就我該怎麼講 反正節目最後我把這個講完 就是我對人生的體悟 就是在我看完某一部電影 叫范寶德之後 我對人生有一種體驗 是說我覺得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是 我不是來跟你比長壽的 你聽到嗎 你要比什麼 我不要管你 但是我不是來比長壽 我比的是我人生的精彩 那我看完電影之後 我覺得說他有兩種比喻 一種就是鉛筆盒的比喻 一種是火鍋湯頭的比喻 鉛筆盒的比喻就是說 你把一支鉛筆放到這個世界上 放在鉛筆盒裡面 你把鉛筆拿走 那這個鉛筆盒沒有改變 可是火鍋湯頭的比喻是 當你到這世界上 你進去 你離開了這個火鍋湯頭之後 不管或多或少 你都已經改變了火鍋湯頭的味道 你讓這個湯頭變得更好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為什麼不讓選擇一個 讓火鍋湯頭變得更好的人 你這個比喻以後去吃火鍋都會想到 會啊 對啊 所以我就說人生活長久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是是是精彩比較重要 精彩比較重要 那助理接下來治療都順利 謝謝